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媒体的好朋友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第二场记者会 由小弟来主持 昨天我们党团记者会 由我以及我们邱毅委员 以及我们其他同事 共同来提出对于民进党 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所提名的副总统人选陈建仁 提出对于他论魂的抄袭 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动机 就是说我们对于总统候选人 跟副总统候选人 过去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应该用最高等级的标准来检验 那这个最高等级的检验 我们当然有十足的证据 可是蔡英文昨天跳出来亲自回应 说我们在抹黑 说我们在不符合高规格选战的要求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检验 她都受不了的 蔡英文以后怎么想能力去领导一个国家呢 这是我们对她提出的质疑 那首先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请匈医委员 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 先抱一下一下吧 好 抱过了 好 抱过了 让我啼笑皆非的场景 一个被认为呼声最高的大选 胜算在八成以上的蔡英文 竟然为了要护短包皮他的负捨 出来公开的说谎 陈建仁有的抄袭 我调出了当年陈建仁去控告中国时报社长 总编刑 总组笔 相关记者的判决书文 但他手里头可能也拿到的 而这份判决的结果 陈建仁是败诉的 也就是说法院是认证 陈建仁是抄袭的事实是存在的 昨天晚上 当时被告的当事人之一 夏生 在他的脸书上面 PO了一篇文章 今天也硬点了大家 他提到当时在法庭上 法官当场就斥责陈建仁说 你明明篇着杂志都来 还说你抄袭了 你还来告人家 这个在夏生的脸书里面 明明白白的写下 当时的法庭实录 好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判决书文里面的第五页 跟第六页 分别对陈建仁有的抄袭 做了非常明白的叙述 首先呢 我要说 篇色杂志 有没有来函说 陈建仁是抄袭 这篇文章 当然我们知道 他的第一作者叫陈冠宇 是台大的内科的一位医师 陈冠宇那篇文章的共同作者里面 有杨半史 有杨半史 也有陈建仁 当然里面最大咖的就是陈建仁 而这篇文章 到了天色杂志的时候 被天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判定 他是抄袭委 所以被退稿 天色杂志 在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他的执行编辑在2006年的12月6号 12月6号 致函给台湾大学医学院 副社医院副院长蔡克松教授 表示这个杂志的认定案 也就是说这篇论文本身是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他的投稿文有抄袭之前 要台湾大学医学院 副社医院要处理 大家请注意哦 昨天蔡英文说 这篇文章后来又发表了 大家请看这篇文章的题目 这给大家看成第二份 为什么说蔡英文 本身在说谎呢 很简单 你一篇论文被 编辑委员会審递之抄袭 把你退稿 你修改了以后 经过了快一年的时间 经过了快一年的时间 然后杂志刊登 这是两篇不同的论文哦 大家请看 题目一不一样 原来的题目被任地抄袭的题目最后是 在台湾 后来刊登的题目是 in Chinese 时间一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内容也不一样 而任地也有所不同 所以蔡英文明显在说谎嘛 蔡英文是学术界出身 那我请问 一个学术界出身的人 你不知道说 我有一篇文章被编辑委员会退稿 任地抄袭 我回来改了以后再送回去 题目也改了 内容也改了 甚至连作者群都改了 那这个文章是一样的文章 还是不同的文章 你改了以后被刊登 能够改变你原来的投稿文 是抄袭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吗 所以当时法院的认定 非常的清楚 更重要的 法院的判决书的第六页 还说到当时台大的 学术伦理审议委员会的决议 里面有三点 第一个 他指抄袭者陈思 陈思是谁 就是陈冠英 要接受台大的处分 五年内不得升等改变 这就处分的 第二个 因向被抄袭者致见 代表 既然有被抄袭者 当然代表抄袭四十倍认定 更重要的是 第三点 要通知 共同作者 服务机关 以为提醒 共同作者是谁 其中我说过最大咖的共同作者 不就是陈建仁吗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以陈建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当时 当时担任国庄会的主委 被台大学术伦理審议委员会委员决议 发函 向他的服务机关提醒 这个比处分还难受 这个在学术界引起的声誉上的贬损 可能要比陈冠宇的五年不得声等改变 要来得更加的严重 所以台大学术伦理審议委员会委员会的决议 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为什么法官当年裁定陈建仁是败处 而陈建仁败处之后摸摸鼻子 他不敢再上诉 所以这个案子就定验了 一审就定验了 因为陈建仁没有再上诉 所以一审就定验了 好 所以从刚才所谈的这些内容 其实已经很清楚的 几个结论出来了 陈建仁抄袭是事实 蔡英文春皇也是事实 那我请问 要去选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的两位当事人 一个抄袭一个中皇 然后两者相互的包庇 抄袭事件 蔡英文包庇了陈建仁 与参案陈建仁护航的蔡英文 所以我昨天说他们航蟹一气 我说他们蛇属一窝 当然就是个事实 所以以上所有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已经非常的清楚 而在夏琛在他的脸书里面 也把当年的这一段法庭的往事 也做了明白的勾会 谢谢 谢谢邱一委员 昨天蔡英文 说我们批评陈建仁涉及论文抄袭的事件 是在抹黑 那如果我们昨天说的是抹黑 那台大处分这个论文抄袭事件 那台大不是抹黑人了吗 第二个法院认定这个论文涉及抄袭 所以法院也在抹黑哦 换句话说 只要蔡英文认为他不喜欢的就是抹黑 蔡英文认为他喜欢的 哎呀就是对台湾的加分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思考路线 对台湾来讲 他想当总统是我们多大的危机啊 其中我要提醒大家 在夏真昨天看出来的脸书里面 他里面有一段话 我也要送给蔡英文 夏真他这么说 曾经人既要与蔡英文搭档竞选副总统 难免就是被人提起 想躲也躲不过 从台大到法院都有案可查 不要再否认到底 平常心已对 谁没犯过错呢 一再否认错误 就不只是论文挂名 却疏于检查的问题 而是人品与格调的问题 下真是资深的媒体人 他上了法庭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 法官当场痛骂陈建仁 就是刚才邱毅讲的 法官怎么痛骂陈建仁呢 他说期刊都回函 说抄袭了你还要告 什么意思 表示法院有去寒 向这个杂志问 到底这篇文章有没有涉及到抄袭 那昨天啊 所有民进党的立委 以及上这部节目的人 以及挺他们的一些名嘴 都说啊 哎呀那只是小事点标错啦 那只是英文啊 用什么现在式改成现在进行式啊 怎么啊 人家骗鬼啊 人家骗什么台大 如果这样台大怎么会处分啊 如果这样法院怎么会认定 你有涉及抄袭呢 所以 我们讲的话 所有的根据 都来自台大已经确定的事实 说这篇论文抄袭 法院认定的事实 这篇论文连杂志违函 都说抄袭 因为杂志向法院违函 那这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所谓的第一的共同作者 已经被处分 认定抄袭成立 台大处分他五年内不得升等 然后呢 还要向被抄袭者道歉 如果只是 动此名字不对需要跟人家道歉吗 还要认定他什么啊 要通知服务机关 以后你们不可以有这种情形 这都很清楚的事情 民进党的立委怎么要帮他粉饰 我们没有意见 但蔡英文 你想当总统的人 可以这样做吗 这整个事情我们看到 蔡英文的执政风格什么风格啊 犯了错误 小官扛起来 大官没事 不然就要说 同样一篇论文有抄袭的时候 这些小官啊 要下第一 大官可以上天堂 所以陈建仁可以上天堂 然后这位作者呢 陈医师以及杨范茨呢 都要下第一 杨范茨也因此被迫辞掉 台大医院副院长的工作 那陈建仁呢 他当时呢 知道过错 赶快向苏贞昌蔡英文提示辞呈 可是因为陈建仁啊 比较有政治背景 比较有政治人脉 蔡英文 苏贞昌觉得 未来有需要靠他一点 所以就包庇过关 这是 这是我们台湾应该有的政治体系吗 这是 蔡英文想当台湾总统 应该有的执政的风格啊 是非不清 责任不免 有错的话 当然要大官处罚众啦 怎么会行不上台湾呢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再提出来 跟社会大众做说明 而不是什么抹黑啦 完全都有事实根据 蔡英文你不要逃 我再补充两句话 我们如果对照蔡英文 对蒋伟明事件她的说法 在蒋伟明事件 蔡英文怎么说 蔡英文说脸丢到国际上 还要蒋伟明要自我检讨 要知所进退 也就是要蒋伟明辞掉交易部长 后来蒋伟明也真的辞在交易部长 可是面对陈建仁的事情 蔡英文的态度 180度 180度的不同 这摆明了叫双重标准 在2007年 这个超级案爆发的时候 陈建仁没有错 他有像当时行政院长 苏贞昌副院长蔡英文 口头起词 但是被喂扭 被包庇被喂扭 陈建仁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非常的无耻 他说他是为了内阁团队的完整 所以他答应留下来 大家请问2007年 那个内阁团队是什么团队啊 2007年那个内阁团队 就是陈水扁的贪腐团队 陈建仁为了陈水扁的那个贪腐团队 他留下来 这样的说法 你事后 当陈水扁的贪 贪婉已经东窗事发 真相大来以后 你不觉得陈建仁当时的说法 非常的可耻吗 所以这件事情 刚才蔡智元委员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是台大处分 法院认定 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抄袭案 而后来所刊登 一年后刊登的论文 是经过修改以后 题目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连作者群都不一样 时间也不一样 他完全是独立的 不同的论文 所以蔡智元百民的说谎 请问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 副总统的人 可以抄袭 可以说谎 可以公开示法律为无误 这台大学术伦理 成立委员会的判定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否定的 把法院践踏在脚底下 这样的人 怎么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跟副总统呢 以上 最后呢 我们再引用夏真的话 来做个结论 蔡英文跟陈建仁 如果继续否认 陈建仁涉及到的论文抄袭事件 就不是小问题 而是人品以格调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邓时政 我想问一个 跟这个民主的那个没关系 是 他跟党没有关系 不然我们没法回答 没有吧 我想问那个学姓 你的同事啊 是是是 他现在要当 要从立委面副总统 要挑战 我们没有特别的意见 那你怎么看 清明党跟民国党 他们这样的结合 他们本来就是 都是从国民党 那么分裂出去的 一些政治上的伙伴们 所以我们是希望 他们也许有一些处境上的困难 但是在大方向上面 也都是支持 九二共识 一周各表 马席会等 在这个 台湾生存的大议题上面 他们立场 跟我们看不出 有太大的分歧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他们可能有一些 竞选上的需要 但是 我们期待 对他们 有一丝好感的选民 要基于大是大非 全力支持 朱立伦跟国美党 你刚刚说 他们可能有一些竞选上的需要 所以才会有合作的关系 那你可以帮我 分析一下 基本上可能是为了不分去立委吧 需要做票数的账 这样很奇怪 因为你不可能 政党票 你怎么可能投入 民党跟民党 跟民党 跟民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竞选的时候 有他们的需要 但是 为了要 回恶台湾的生存 回恶 马席会的成果 以及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的九二共识 这个东西 我们呼吁 对他们 有一些情感的选民 希望说 在政党票方面 还是要支持 国美党的部分 居立委 那么在居立委的话 也要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 居立委 那么在总统的选票部分 也尽量 也支持我们朱立伦 竣选总统 那他们两个 因为我跟他们 主的都还不错 所以我公开的呼吁 我得意思是说 就是他们 他们这样结盟 政党 两个党 两个党结盟的 这等于是两个党 共同参选吗 所以 你刚刚说 因为两个人分开 可能到不了 公共区的能抗 两个整个比较有机会 包括公共区的能抗 我们尽量表示善意 是 有没有什么其他执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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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